我丟了并化球吧 和同伴们打棒球 每次都展现不一样的球路 他就是蓝宝石直系直销商黄品超 当初为何加入安利大家庭 他说学校研究所 钻研的是半导体产业 自己也没想到老师的一句话 竟然改变他的一生 研究所我即将毕业 我问了一个教授 我那时候就问了一个 不该问的问题 我就说看来我第一年零收入 想要一百万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他转回去拿个咖啡 喝一口再转回来 就拍拍我肩膀跟我说 品超做人要脚踏实地 因为及早发现梦想与现实有差距 说而时就从安利开始创业 后来与专攻流行彩妆的妻子结婚后 两人就并肩打拼 不只共同经营安利事业 也丰富了小两口的家庭生活 很多现在的年轻的夫妻 他们可能需要 就是边工作边照顾小孩 他们可能很少时间 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们是觉得 我们几乎每天都是星期天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安排自己想要去哪 我觉得最好就是可以陪自己小孩成长 因为我非常喜欢像打棒球 像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旅游 觉得安利让我得到最大的价值 就是可以选择我想做什么事 爱打棒球 由爱自由的黄品超 布置有更多的生活空间 与家人感情越来越紧密 事业的经营也更顺利 回想当初会加入安利 就是挂念自己父母 希望爸妈能有更好的生活方式 当时我们最有挫折的时候 其实也想放弃 可是因为有一个画面 一直在我们脑袋里 那个画面就是我很清楚 当我要去读研究所 我爸妈为了去让我们 去读研究所的经费 他们夏天工作 每次都是到八九点 晚上八九点才能回来吃那顿晚餐 所以每次看到这个背景 你心里会告诉自己 你接下来还要他们继续 弄那种背景背影来面对你吗 老实讲我不能接受 如今的黄品超 已经是年收百万的安利企业家 平常与伙伴们就像家人一样 互相加油打气 也把年轻的冲劲 化为对创业的热情 一步一步逐渐迈向成功之路 安利新闻 廖一芬阳 近台中报道